故莲池大师赞愿 大在真体 不可得而思议之 其为自信愿 这是莲池大师 在《梅桃经苏抄》里面 对于自信的赞叹 大是称赞 是赞美 真体就是自信 真体就是摄像 摄像不可得而思议 你没有办法去想它 为什么呢 你的思想远不到 你没有办法说它 这个意识议论 就是研究讨论 你没有办法 为什么呢 言语达不到 思维达不到 那怎样才能见到它呢 把思想 言语放下 就见到了 言语是前五世的事情 思想是后面 阿赖耶 第六 第七 摩纳的事情 也就是说 你不用阿赖耶了 就见到了 你就清清楚楚 看它 无处不在 无始不在 你要用八十五十一心处 它全部见了 八十五十一心处是障碍呀 障碍了自信 所以转世成智就见到了 我们还用八十五十心处 永远见不到它 所以佛经里头 不可思议这一句 真不可思议 太妙了 不可思议就大车大悟 所以用诗用译 向上一种 永远得不到 向上就是坚信 佛门常讲向上 就指的是明心坚信 永远没分 不得了 永远得 ת 不得了 永远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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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不成 Hou远不得了